哈 抢先报 已经算是历来比较高的 第二高我看了一下那个表 时薪涨到140块 那一般的公读生说 有 总比没有好 虽然是涨了7块钱 你可以跟我们讲就是说 怎么样定案的 在那个拉锯过程中 哇 你们开会很冗长 不下那个私改会议 你可以跟我们回溯现场 基本上 我大概担任这个基本公司 实验委员会也担任了一段时间 几乎每年的 这个整个会议的进行 大概都是这样子 就是他做下来以后呢 那当然就先请劳志双方 针对明年的基本工资 要不要调 调多少 那就各自表述嘛 那表述完了以后 那当然一定是眉毛达成结果 然后再就是各自带开 各自带开再回来 进行第二轮的表述 那这时候可能会接近 也可能会僵持在那地方 到了第三轮的时候 可能主席就会请专家学者 来表示意见 所以今年大概也是这样的进行 那今年会拉的那么长的原因是 会议是从早上十点开始 那事实上早上整个到十二点 劳志双方都对于明年 这个基本工资要不要调涨 涨多少 是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主张 那事实上我可以感觉到 资方团体 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一个程序问题 就问部长说 那这个会议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为止 那他就说他们部长那时候还没回答之前 那资方团体的代表就说 那是不是进行到下午两点 然后两点 然后部长说好 那我们就先再念两点 那接下来就是资方的代表 就是很冗长的发言 那我个人认为是有点要用 用程序杯葛的方式 让这次的会议留会 所以一直到了快12点的时候 然后主席才说 那是不是我们先休息 休息完以后 劳志双方可不可以针对 这个自己认为 应该的具体主张提出来 然后你的论述是什么 所以早上大概就耗了两个小时 就是劳志双方各自表述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主张 是到了下午 大家吃完饭回来以后 那资方就很 劳方就很具体提出来 他们希望能够涨到 两万七千多块钱 就他们讲过去一直含着 绝对是先拉高 大概两万七千一百四块 但这也不是算贵拉高 因为他们有个标准 因为他们长期来 劳工团体的一个主张 就是要回归到 生活工资的概念 所谓生活工资 就是说基本工资 你的金额要足以维持 劳动者跟他抚养的眷属 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 那他们的论述的理由 是因为我们签了两公约 那我们国内也通过了施行法 所以这个东西 本身要回归到两公约的精神 那所以他们 那他们的算法就是用 最低这个内政部 卫福部所公布的 每个人的最低生活标准 大概是一万两千 我记得应该是一万两千多块钱 然后他们的抚养比 是1.2个人 所以他们等于是 一万两千多块 去乘以1加1.2 大概这样金额算出来的 所以他们不是一个 满天开价 他们长期也一直 有这样的一个主张 那但资方的团体 他们都认为 就因为一利休的增值 的那个影响还没去化 所以他们一直希望 能够不要调 那如果要调 他们是希望能够回归到过去 大家所谓的那个默契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跟经济成长率的一半 所以他们的时候调出来 如果知道他们算出来的金额 大概只调个一点多两点多 所以大家就僵持不下 对 差距太大了 对 差距太大了 后来就是大家几斤的斡旋 斡旋到最后 一直没办法 虽然有拉近 比如说叫那个资方 劳房坛就愿意降 从那个两万七千多 那一直降到最后 他们说那至少要调五个percent 五个percent 然后那资方大概也慢慢的增压到 担心三个percent这样子 愿意从一多到三多 对对对三个percent 这很像菜市场很强 我必须跟各位讲 基本上只要是用 劳资的这种审议的方式 一定是这样 韩国那更惨 韩国是从早上开到晚上 哇 搞不好好几天了 最好地其空于一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 台湾这种 大家都说满天开架 因为基本公司审议版 就是劳资双方 它不是一个民主的会 表决的 它是一个协商的过程 那现在协商到最后 协商不成的时候 后来就是由 我们这个所谓第三方委员 那第三方委员 就是劳资之外 由专家学者 跟政府的相关部会的代表 所组成的 那所谓是第三方委员 我们就有人建议 那是不是有第三方委员 内部讨论一下 讨论完以后 提出个金额 供大家来参考 那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我们就决定了 大概是22K 就两万二 这样的一个金额 那提出来供大家来讨论 那讨论的过程当中 劳方认为 他已经浪步了 他从5% 已经到不到5%了 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再浪 那资方当然也认为 我不愿意再增加 但后来这过程当中 有资方的委员说 那我们挺多增加到3.5% 大概增加个700块 700或800 可是劳方不能接受 那不能接受情况底下 后来主席就说 用他讲的多数委员的意见 那就用 因为22K嘛 因为22K那时候 第三方委员提出22K的时候 劳方的委员是说 他们勉强接受了 所以后来部长 在会后的这个记者会有说 是多数委员的意见 他的意思就是 因为这个东西 是由第三方委员提出来的 再加上劳方委员也勉强接受 所以是多数委员的意见 那但资方就因为这样子 他们就奋而离席嘛 那整个过程大概也是 是这样子的 是所以资方最高的极限 是3.5% 后来采取多数诀嘛 对我想这个也算是多数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 表决的程序啦 但是感觉上确实是资方 劳方委员再加上第三方委员 所提出来的嘛 所以加起来确实是 有点像多数诀的意思 这已经是不错了 你看那个都根永春啊 我们就不多嘴啦 可是欣老师 在第三方委员的意见就很重要了 你们是怎么样提出一个 这样的一个风暴里面 一个适当的一个中道 基本上是这样子 在因为那时候 我们大家应该这么讲好了 因为在进入第三方委员 在讨论的之前 曾经有抛出 劳方委员抛出27K嘛 就27000 然后那时候资方委员 有引述了一个资料 说这种27K的话 我们的大学的出任人员的薪资 大概也没这么高 那换句话说 劳动部只有提供 不同教育程度的 出任人员的出任薪资 比如说大学毕业的 出任薪资是多少 高中职 国中 后来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这个或许是一个 可以参考的指标 那后来我们讲说 那既然如果大家觉得 大学毕业太高了 那我们就找个最低的 国中级 国中级以下的 这种教育程度的 出任人员薪资 因为基本上 基本工资就是要保障 弱势族群的 这个这个 一个保障嘛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你认为用学历 来参考 你觉得 不得不吗 是不是不得不 我想不得不啦 因为基本上我们不晓得 弱势族群的 他的市场薪资大概是多少 是是是 那我们当然 基本工资 他离 当然不能离这个市场薪资太高 可是他必须 对那些弱势族群 你要照顾的人 你是要比他的市场薪资 稍微高一点 不过这基本工资 就定的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我们 我们听说我们要注意 是基本工资 对基本工资 OK 基本工资 那所以 那后我们看了一下 国中级以下的 因为我们认为 没有其他的指标 可以来代表 弱势的族群嘛 那我们就用 教育程度 那就选了国中级以下的 那国中级以下的 那个他的出热能源薪资 大概是 两万两千六百多块钱 那我们说好吧 那既然基本工资 我们再给他 稍微打个折 所以我们就抛出了 22K的这样的一个 金额出来 你那意思说 基本工资 不能够高过市场薪资 里面 国中级的 两万两千多 所以拉一个 比较已经 很接近 很接近 但是比他低的 这样的金额 低一点点 对那而且另外 我们也觉得 这个 你本来 零头总是很麻烦嘛 对 那我们就干脆就定个 22K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 我们也没想到 刚好22K 刚好跟之前 前几年大家在讲的 22K是个国耻 是是是 有关系 我们倒是没想到这个部分 对 对新老师是 出其不意 因为我们私下了解 我说22K 标题做这么老大 基本工资涨到 多少 22K 我跟新老师讲说 22K不是国耻吗 我们基本工资这么低 两万两千多块 就差可 虎口 甚至没有办法 新老师 您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就是我们根本解决 知道 是要解决我们 台湾低薪的问题嘛 而且企业要回馈 企业绝对要回馈 那我们这一段 小烟顶之前 资方他们是不是 一直耿耿于怀 是先前那个一粒一休 你前面一粒一休 我成本增加 你现在又来个 基本工资 受不了 他们有这样的意见 对他们这是 非常大的一个诉求 那但劳方的委员 在现场也做了反驳 他们的反驳是说 一粒一休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一直没有个数据 再者 你在一粒一休实施之后 很多的厂商就已经涨价了 那涨价的这个成本 已经转向给消费者了 很强悍的一个论辩 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很多劳工 他们认为很多劳工 也是一粒一休的受害者 因为一粒一休以后 我的加班费的收入减少了 所以他们不赞成 资方用一粒一休 当做一个诉求 借口 对来来来说 不能掌基本工资 所以这个东西 当会场上是有讨论 但是是被反驳 但是倒是资方有一个诉求 是可以去重视的 就是说 他们一再强调 过去有个公式 就我刚才讲的 我们过去 有一段时间 我们这个审议的标准 大概是会参考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全部 再加上经济成长率的一半 IPU跟GDP 对CPI跟那个 CPI跟经济成长率 对不起 对那他们一直在强调 这个东西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有跟资方团体讲说 那不是一个法定的公式 那只是那几届的委员 他们的一个默契 可是劳方团体 基本上对于这个默契 其实有意见 也就是我们在 基本公司审议的时候 或许我们这样可以谈的 更详细一点 就是基本公司审议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变动率 到底要调整 增加多少 一个是基础 那是劳方 以前的劳方委员 曾经有讲过一个主张说 你先把这个基础拉到 可以维持 劳动者基本生活所需的时候 我不反对 未来就跟着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来做调整 那但是你现在基础 那么低的情况底下 你要先把基础拉高 就是等于先把地板拉出来 对先把地板拉出来 那这个东西 劳方谈理过去也一直有这种主张 所以我那时候有跟职方讲说 虽然你讲的默契 那是职方所 或许你们认同的默契 可是劳方一直对这个默契 是有意见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跟新明龙老师 他这次也是基本公司 审议委员会的委员 他为我们做第一手的传真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新老师 其实按照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 已经定案了 基本工资调账到22K 调幅是4.7% 实行是140块 他受影响是205万的劳工受贿 明年元旦起开始实施 比较过往2013、2014 他的调幅不可畏 不高 算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不满意 但是勉强接受了 那职方是不接受 他们甚至跟舆论诉求 说这是一个政治裁决 不外乎就是说 先前你下了一个一例一休 对不对 那他也是踩在这样一个氛围下 因为连民进党的立委 尤其中南部的立委 他们都开记者会 他们说是不是可以再休 一例一休 所以你增加我的成本 你现在又来一个 这个基本工资 他们怕受不了 可是站在政府立场 如果先前一例一休 尝到苦果 或者舆论的一个争议 各县市他们都有代表 或者县市首长他们发声 连赖清德都说 是不是该休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放 把这个基本工资 这个放一下 放松一下 一例一休是紧的 那我基本工资就放 所以以至于资方会说 这是一个政治的裁决 邢老师您的看法呢 基本上我觉得 上在会长上 我特别提到这一点 因为在会长上 那个资方代表 就是说去年郭部长 在任的时候的那个裁决 就是个政治裁决 郭方域 郭方域 对就真裁决 那我那时候提到说 因为基本工资的组成 沈云委员的组成是这样子 七席的资方代表 七席的劳方代表 所以是对等的 对等的 那其他七席就是 我们讲的第三方委员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除非劳资双方能够达成共识 否则一定要让第三方委员来表态 我说年轻改革就 到这个就好了嘛 对那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过去我参加那么多次 到最后一定是主席 做最后的财势 那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你不能说主席财势 就叫做政治裁决 因为基本上你如果 你的主席是讲劳动部长 你不能因为他做裁决 你就说 而且还怪一句总统的表姐 我觉得这样讲 实在是很不公平 因为你每次 每年都大概都是这样子 那我也讲说 那怎么办 他不能不裁决啊 不裁决就等于 pending在那个地方 pending在那个地方 等于就不涨了 对资方来讲是很有利 对劳方来讲是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劳资协商 我还要强调一次 基本工资审议 你从他的组成 就可以知道他是个劳资协商 那既然劳资协商 一定有第三方裁决的空间 跟必要性 所以第三方来裁决 你不能说 他就叫做政治裁决 这点我要提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不应该用政治裁决 这个名词 就算投票 也是起票对起票 也是第三方的委员在做决定 可是秦老师 您是第三方代表 劳资审议 你会不会觉得 一个3.5是资方喊的 那劳方喊的 你们第三方比较是偏劳方 会不会给人家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的影响 我觉得基本上我们那时候 确实在内部讨论的时候 考虑到这个问题 一般来讲为了表示公允 就要取中间值最好 那就是吗 可是问题不要忘了 这劳方的最早的诉求是两万七的 所以他们已经一路降下来了 再加上我个人 以我个人来讲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 这样在会场上我也表态过 我说因为我们的低线问题 一直是变成大家共认的 一定要解决的 那除了我们有更有效的方法 否则调高基本工资 是各国采取的必然的错 是包含邻近的日本韩国 都是这样的 媒体有做个表啊 那其他各国是怎么样呢 调会更高 比如说韩国台会更高 那再加上我说过去基本工资的审议 或许可以从平衡劳资 双方的溢价能力是不足 这个角度去切入 可是现在可能不只能考虑这个部分了 因为我刚才讲的 因为我们签了两公约以后 未来的生活工资 我们还要定罪利工资吧 未来的基本工资 就一定要回归到生活工资的概念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劳动者的诉求 确实有它的一个合理性 那当然对它的计算金额 我是有点意见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没有错 到了最后我们是大概 用金额来看的话 好像比较偏向劳方的诉求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是我们大家第三方委员的 共同的一个意见 其实台大国发所的副教授 欣命龙 我都叫他欣老师 他也是我的老师 为什么我上政论节目 我都多半会采访 其实欣老师在我们媒体 抛出来一粒一休 这个论辩的时候 欣老师用科学数字 他用四算告诉我 资方成本增加多少 然后各方面的影响是多少 让我有一个依据 欣老师我们就 单刀直入 既然资方 他们心心念念的是一粒一休 甚至觉得苦啊 增加我们非常多的成本 我们就把两件事情 把它加在一起来看 那一粒一休 主机总处最近才发布 就说 哎呀 那真的是加回到牢房了 因为他们加薪真的比去年同期是多 您说一句公道话 如果要把一粒一休的因素 以及上路以来到现在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因为反弹声音真的很大 那这个会被加压在资方 以至于影响到这次我们看待 这个基本工资的调长 OK 基本上一粒一休 我相信确实有些老公司会受益的 因为虽然成本增加 加班费的这个加成的计算方式拉高了 可是很多企业 他还是得要有人来工作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这些劳动者确实因此可以加班费增加 也就是说 我们坊间所说 他们可能去第二家公司去监裁了 我相信都有 但是在这个中间总有一些企业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增加劳工 他与其增加这个劳工数 还不如留下原先的劳工来加班 你的意思是这样 没错 但是主席总处那个数据 我觉得他可能有 有个部分的效果 他是把它算在这个加班费增加的这个部分 就我们基本工资提高了 那基本工资提高以后 你的加班费基本上也会跟着增加 所以这部分是有这个效果在 但是我相信一定是有些劳动者 因为一粒一休 他的加班费是增加的 可是我也相信有不少的劳动者 因为一粒一休的影响之后 他造成一个结果就是 他的没办法加班 所以都有 都有 但只是我们很遗憾的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一个全面性的调查 告诉我们到底哪些劳工增加了 哪些劳动的这个减少了 但是我现在比较要担心的是 一粒一休到底要不要修法 对对对我这样问你 一粒一休到底要不要修法 对要不要修啊 我一向的主张是 一粒一休本身 看你怎么看 比如说加班工时上限的提高 给劳给企业在这个旦旺季的时候 他有标大的公时弹性 那这部分是违向的主张 可是这东西跟一粒一休 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我这个主张是从 当我们把正常工时 从两周八十四 缩减为每周四十小时的时候 我就提出这样的主张了 等于是把他多出来的 少掉这个正常工时 移到加班工时 让企业他的可调配的 这个工作时间是不变的 那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也没有改变 也不会有过劳 可是可以增加企业的弹性 那这东西是我一向的主张 那至于说另外有些人说 那这个坐一算四啊 或者是这个加班费的 休息日加班费的加成 不要用那么高 一加一又三分之改成一加一 太复杂了 这东西我就比较保守 比较持保留的态度 因为那一部分 我们倒不晓得再修下去 是谁又受益 谁又受害 这部分我们真的不知道 可是这个加班工时上线提高 我觉得是我一向的主张 好那我要提的是说 当现在很多人都把 以利益休 跟这次基本工作条长 绑在一起的时候 对 尤其资方以这个为诉求的时候 我觉得坦白讲 资方 如果我们从一个 一个谈判的策略来讲 是不聪明的 请你告诉我 如果当你把这两个 绑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老实说如果 行政部门或是 这个政府单位 本来是要修的 现在不敢修了 因为我如果现在去修 一一修的话 会做使大家的 想猜测 你是用加 基本工资的提高来换 这个修法 懂了 我觉得这本来 我觉得这本来就两码子的事情 因为你看看蔡总统的政见里面 他同时有提出要解决低薪的问题 同时也要解决落实咒修二日 所以这两个是同时在走的 你的意思说 当我基本工资 我这边拍板定案了 就算是强度观山了 你们就失去筹码了 资方就失去筹码了 不是 我倒不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资方说 他为了 他说政府为了讨好劳工 故意提高基本工资 弥补一粒一修的 这样的一个伤害 是听懂 等于是 你等于是把这两件事情 绑在一起 那如果是主政者 我本来是要为了给企业一些弹性 要去修一粒一修的 我现在不敢修了 因为很多劳工团体也会讲说 如果未来要修的时候 劳工团体说 原来你之前不好调高基本工资 是为了要讨好 为了要修法来准备 政府不愿意让人家落入 这样的一个口诗 以为是交换条件 对对 因为不然是劳方讲的 交换条件 或是资方讲的交换条件 都对主政者来讲 很多事只能做不能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有没有这样的企图 我觉得还是一码归因 一粒一修该修就是要修 基本工资该调还是要调 老师双方都不应该把 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 好 我们说一下 我们再请教新秉隆老师 真正的贞结是 纵使基本工资 门面22K 我是认为不是很好看 但是不得不 不得不 但是我们台湾的 整个就位市场 我们还是面临一个低薪的 一个困境 甚至我们付储蓄 是行之有年了 就维持非常多年的 一个付储蓄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 够生活 这是我们所有人 面对的一个困境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周末评论 邀请的是台大国发所的 副教授新秉隆 新老师 他同时是基本工资 审议委员会的委员 一粒一修 您有相当的这个角色 那新老师 即使是经历过一粒一修的修法 跟这个基本工资的审议 您还是认为说 先处理低薪 而不是一粒一修 所以你不赞成一粒一修的修法 我那时候 我觉得像目前 大家民众所感受到的 基本上是低薪的问题 那尤其是 当你低薪问题不解决的时候 他确实需要 透过加班公司的收入 来维持他的生活的时候 现在连公务员都想 剪差也开放了 这时候如果你去限制他说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 为了你的家庭的幸福 我不准你加班 劳工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一粒一修修法到现在 虽然我们的目标是 希望能够让劳工 过更好的生活 可是劳工的反弹还是有 可是一粒一修没有弹性 你刚刚邢老师有提到 我们不能因为资方 他是资方 他就被贴上一个标签 说你是财团 或者说你该 这个无限制的负担成本 不过劳方讲的对 就是在一粒一修调整的时候 他们也有 就是说很多 账价的作为 那也反价到我们消费者 所以邢老师 一粒一修你真的认为 不该调吗 那政治风暴 其实是滚稳欲动的 我觉得 我认为如果要再修法的话 应该有两个原则 一定要守住 第一个是要给企业弹性 而不是降低他的成本 弹性 对 弹性 所以要弹性 不是要降低成本 第二个要让那些需要加班的劳工 可以因此 如果再修法的话 可以因此可以有增加加班的收入 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从这两个来看的话 所以我的具体主张就是 加班工时上限的提高 提高到 从每个月四六增加到五十四 但是为了避免总工时的增加 我们可以框一个上限 比如说 弹性工时 对 就对 就他们讲的工时银行 比如说 每一季还是给你框138个小时 所以我的总工时是不变的 也就是你再怎么样 都46乘以3338 但是月跟月之间 你可以有点变形的空间 所以这基本上是 不会增加劳工的过劳的问题 那可以让企业有弹性 那也不会降低他的成本 那另外呢 我觉得另外两个部分 像大家在谈的就是 座一算四 我觉得是最没有需要修的 为什么 因为座一算四 这个东西对服务业来讲 是没有影响的 会受到这个影响的企业 都是在必要的时候 或是紧急的状况 我需要你来工作的 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那这种情况底下 没意思说 我做一个小时 也用四个小时 对 我们目前 那这种东西 基本上 我的理解是 都是在紧急状况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重使座一算四 企业还是愿意付 所以这时候你修 把这个修掉 改成做一算一 做二算二的话 你只是在降低雇主的成本 对劳工的加班机会的增加 是没有帮助的 反而会让他的加班收入减少 像这里我就 不符合我刚才讲到两个原则 我就比较不赞成修 至于第三个就是 加班费的计算方式 我觉得这是两面认 你可能切下去以后 修了以后 就是本来像是一加一 有三分之一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一加一的话 可能有些劳工 在新的制度底下的加班会 可能因此而言少 但是我相信有些劳工会因此 雇主愿意雇用他来加班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比较 不敢确定说 到底是不是 我刚才讲到两个原则 对 秦老师最近有个新闻就是 李美珠部长 他拒绝去出席 工种的一个 应该座谈会吧 那如果我们的劳动部长 跟工种 工种其实 不要被他的工 所误导了 他就是资方 如果变成这样的一个僵局 而我们政府扮演工会的角色了 像劳工的公民团体这种角色 那这样的话 鸿工很大 你觉得会有什么后遗症 基本上我觉得 基本上部长没有去出席 工种的这样的一个会议 但是他说是说应工 应用其他要事 相声音很大 对 我觉得相声音是有的 那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一例一休 到现在基本工作条长 工种的回应都是非常的生气 甚至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批判 对 好像也没有一个转换的空间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我觉得部长去那边 也是听听你抱怨而已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不是很赞成说 长期来 一直持续这种情况 一种将去持续下去 所以我认为 可能工种这边 你可能要 主动释出某些善意出来 比如说 这样就 各种工程都已经调了 你就不要再讲说 政治采取这种 很情绪性的用语 你可能针对 一例一休的这个部分 你有些怎么样合理的诉求 那你要帮劳动部想 他距禁要照顾 劳动者的权益 你有些怎么样 合理的诉求 你可以提出来 我觉得基本上 这个僵局迟早会打破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要让双方能够 要有台阶下 可能是部长想说 去 可能是 耳朵比较热一点 而且媒体转载的 那个加成效果 负面的这个影响会很大 不过 我们不管是科技部长 经济部长 如果有一些产业会议 跟企业面对面的时候 企业常常会说 我要出走 还是去一下比较好 去一下 大家开诚不公来谈 那今天非常感谢 西米勇老师 为我们做这么精辟的解析 那接下来请收听 连弯抢先报 以及音乐123 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节目制作人张云珍 计划制作杨永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音乐12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